大部分妈妈都知道,宝宝屁股上兜着鸟不湿的时候,很容易出现红屁屁,快懒,结痂的状况,宝宝心情烦躁,坑坑的哭泣,又痒又疼,我们做父母的更是揪心。 其实红屁屁出现前,宝宝身体也会有三个表现,不知道细心的妈妈有没有观察到。 表现一,屁股胭子,摸上去是呼呼的,红屁屁是婴儿中常见的皮肤病,主要是因为宝宝皮肉胶暖,身体蓄热,尿不潮湿过久,导致宝宝屁股发红,出现红疤,水泡的情况,因为尿不患喜闷,所以宝宝的屁股上会是呼呼的,而且在这肉处会藏着很多脏东西,所以妈妈要注意了。 表现二,宝宝睡觉不安稳,挪动小屁屁,如果宝宝出现晚上睡觉挪动屁屁,而且是不安稳的情况,那妈妈就得注意,宝宝屁股上可能不舒服,红屁屁出现前偶尔屁股会发痒,难受,宝宝感觉到痒,也抓挠不到,就会挪动小屁屁,蹭一蹭之痒。 表现三,腹泻多,肚子不舒服,每个妈妈都见过宝宝腹泻,宝宝一旦腹泻,妈妈也会紧张得很,尤其是在宝宝增加腐蚀的阶段。 因为肠胃发育不完善,食物对肠胃刺激大,腹泻的几率大大增加,宝宝腹泻后食,往往会因为分娩次数增加,尿不更换不及时,而导致出现红屁屁。 几乎每个宝宝都出现过红屁屁,相信妈妈也针对宝宝红屁屁做过各种措施。 但是为什么宝宝还会出现红屁屁呢? 育儿专家不建议做的三件事,但是到半妈妈还会中招。 一,护臀膏内含有香精、防腐剂。 护臀膏是宝宝常备物品之一,好多妈妈都要准备好机子在家中, 但是含有香精与防腐剂的护臀膏会刺激宝宝的皮肤,导致宝宝出现要不枕。 如果护臀膏中含有香精、防腐剂,建议妈妈及时更换。 如果宝宝出现要不枕,妈妈可以选择紫蜂蜜。 紫蜂蜜主要是由紫草与蜂蜂营鸣而成,其中紫草能活血化欲,几度透枕,经常用于宝宝护臀, 或者是各种宝宝屁外伤处,蜂蜂则有滋润皮肤,修复皮肤的作用, 轻轻地抹在宝宝红屁片上,既有保护的能力,又能够修复屁股上的红斑, 让宝宝屁股舒舒服服的。 紫蜂蜜内无香精与防腐剂,完全植物成分,妈妈也用得安心。 二,尿布湿的质量差,更换频率慢,尿布湿尽量选择柔软,吸水性强,透气好的材质。 这点妈妈应该都有经验,尿布湿的更换时间为二到四个小时一次。 四,不要把脏了的尿布湿裹在宝宝屁股上太长时间,如果宝宝出现腹泻,可以适当增加换洗次数。 三,使用湿巾擦拭宝宝的屁股,只使用湿巾擦拭宝宝的屁股,并不能完全清理干净。 很大程度上,还会因为机械摩擦,加速宝宝红屁股的出现。 宝宝出现红屁股后,最好是使用清水冲洗。 有条件的妈妈可以为宝宝使用沐浴露或者香皂清洗。 时间建议只有在出门时,应急使用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